十七萬 十七萬的部分 手機殼 一萬塊上下這樣 手機殼一萬塊上下 好像一點 大概 我搭車一個月會花多少錢 一萬塊 沒有我昨天才新做的 你這個一次三千 超級 安安妮北漂錢對台北女生的印象是什麼 嗯 應該就是一些 有公主病 男相處 或是一些 天龍人的部分啦 來台北之後跟你的想像一樣嗎 欸好 其實真的沒有我想像中這麼誇張 還是有遇到很多好的台北人 成為台北女生後開銷有變大嗎 真的有 我跟你說來台北 開銷最大的就是 交通費 因為捷運很方便嘛 台北是下雨 誰要在那邊領你撐傘 我都搭計程車好不好 而且晚上喝酒什麼之類的 來回一趟就檢車 那個車廢真的是 我先不說 我媽會罵我 前陣子呢 話題很兇的 台北女子圖鑑 就是有引發一些 而且大家就會很好奇說 台北女生真的會這麼賺錢嗎 啊她這麼會賺錢 那她到底開銷都花去哪裡 她是不是真的花很大 小編今天就是要來開箱 台北女生的信用卡帳單 看她們一個月的開銷 到底可以花在哪些地方 我們就直接 GOGO 我算過你平均一個月會花多少錢 兩三萬 兩萬左右 如果加房租的話 應該兩萬到兩萬五百 四五萬 她房租 信用卡 電信費 私費 通勤費 經常在三分之一 去節省那個娛樂費 都是以小朋友為之 一萬左右吧 可是單身的時候就比較會 會花錢 對 一個禮拜唱個兩次 唱個兩次 那你以前有算過你唱歌的費用是多少錢嗎 沒有辦法算 因為有時候叫男生付錢啊 哦 OK OK 6000到8000 你很省耶 你怎麼花的 我只很少 我一天吃一餐而已 那你會花一些其他奢侈品之類的 我不買名牌 那保養品 我不保養 你不保養 就一次買一買 人家人也會用 就買了 就是他們也可以用 那你敢公開你這個月的刷卡 這樣辦嗎 好 可以啊 海底拉吃了3400 搭計程車 瑜伽客 然後剩下就是Full Panda 馬虎 紅衣 台北饒河可不可 珍珠湯 你這家是否刷飲料店是不是 就Light Bay 然後他一個月可以花到1900 再喝飲料 還有早餐店啊 全部都是手搖 你有沒有在吃飯 手搖 煙啊 為什麼我都那麼小啊 那我錢到底都花去哪裡啊 上個月的卡費 39000 這算是平均還是算高的 不成功 10月的時候是6000 8月的時候是23000 其實我現在比較控制 就是我的信用卡的卡費 從我學生時期沒有 到現在沒有提升 真的喔 因為大學生其實 額度就只有2萬塊 你有信用卡帳單嗎 我用信用卡 我用金融卡 我不喜歡預支 我的開銷 為什麼 你怕就是你知道 刷著刷著就上銀這樣嗎 對我會覺得害怕 你們這個月 你們還記得你們花最多的是什麼 買10萬塊 我愛你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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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買了一個生日禮物給自己 就是這條項鍊 V開頭的 V開頭 喔 這條大概 23吧 23 哇 花費一次最大的是做了什麼事情 正二吧 我怎麼花了 46吧 啊 因為這個就要30支套 然後加上他要戴牙套 差不多40支 好羨慕喔 我最貴的應該就是我的床墊跟 我的牙套 也沒有 但很貴啦 2000多而已 那你們製妝費可能一年又花多少 一年一萬 一年一萬 差不多 在台北生活可能生活負擔會比較大 你有曾經想過要走歪路去開園嗎 有 之前小朋友開銷比較大的時候又想過 到現在還是有朋友叫我去 有Defense 喔對 很好呢 我就 嗯 還是算了 還是先會怕怕 就至少 我這個年紀的確定要去嗎 我比較放不下身段 因為我們這個行業都常常會有些心酸食 請規則的部分 對還是 會容易會遇到 我吃個爹地也蠻不錯的 但好像實際上的話就覺得 還是做不到 對 如果一個人給一個月10萬 可以嗎 我不行 這是中年大學 還會挑是不是 不會耶 我想要尊重自己 那你有聽過有台北的女生 就是為了想要讓自己生活好一點 然後做一做 去做陪酒的 我覺得 這種行業做不久啦 因為 畢竟就是 身體會壞掉 或者是自己心理也會過不去 台北女生跟其他外縣市的女生有差嗎 很多吧 都是很心機的 都是 你說外縣市的也很心機 都很心機 我跟女生處不來 我跟男生比較純 男生比較純 我朋友都會說什麼 他們很自私 因為就是也是有南部一起上來的 後來我就發現 好像他們就是 好像真的很自私 對 就是都是只顧自己 可是比較差 很少耶 嗯 就是看到那女生太多了 就是想要換想要再更漂亮 那你們有曾經遇過就是 台北女生可能真的心機很重 然後弄過你們之類的嗎 女生的小心機 女生還是有 還好手快換之類的 那妳有被說過嗎 就是 像 她對女子圖鑑那樣子的苦悔 愛慕虛 對 他們就罵妳們愛慕虛喔 他們自己也是喔 可能就是會忘記的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一定要 不能跟小男人在一起 台北女子圖鑑裡面 它其實裡面就是有一些 對台北女生的偏見 妳認同嗎 哪個縣市都有這樣子的女生存在耶 但台北有偏多嗎 他們收入可能高一點點 是有辦法就是這樣子 沒錯 機率會比較大一點 像我們這行業就是女性居度 那當然就是說 比較公主一點 就是會比較 娇氣一點 可是我覺得 是不是北漂的人也會差很多 可能是中南部上來的 他可能就會覺得 生活會比較辛苦一點 可能就比較不會那麼公主 所以他們可能已經習慣了這種 生長環境 對 生長環境 那就可能什麼東西都會容易比較 你只要回個想想 他就覺得 那時候回憶路 那樣感覺 野豬騎士來了 那你自己有 因為可能怕窮 或是怕醜 做過什麼荒唐的事情 為了工作 然後我曾經還有一個月吧 就是 只喝水 然後吃 蛋 雞蛋 蛤 這麼減肥還是會省錢嗎 都有 oh my god 好辛苦喔 對啊 因為剛才的壓力真的會很大 那你那陣子沒有想說 那我幹嘛在台北啊 我再離開台北就好了 是不會 但是會覺得 更要能力 你敢開箱你的信用卡帳單嗎 好買喔 17萬 17萬 17萬的部分 但是還沒有買房的時候 也還沒有買家具 8萬 我也希望我以後可以每個月花到8萬塊 老公會管你嗎 老公 男朋友 我們才會負物各自三胎 上來台北之前 對台北女生的想像是什麼 現在占這個是不是 沒錯 台北流行的東西比較快 就會自己上來買 哦 因為高雄就是會晚一點點 是晚很多點 就必須說 這真的會有一點時間差 好像南北很遠的感覺 對 真的有啊 這是真的 現在這個差距可能比較小 比較小 因為網路嘛 對 但是以前真的會覺得台北東西 比較新啊 或是比較快 台北女子圖鑑裡面 他就有經典經驗說 台北女生怕窮怕醜怕失敗 你自己覺得 有這樣嗎 你說什麼怕醜怕窮怕失敗 我覺得這是 就是他要出門的時候 才會怕窮怕窮怕失敗 我也是可以就是素顏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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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素顏再送他去倒垃圾 我沒辦法 真的假的 我覺得我沒辦法 那如果你住在東區下面 倒垃圾 要化妝吧 是戴個口罩啊 沒有啊 這個以前沒疫情的時候 誰口罩 我有說去喝酒還素顏 我都不看 不行啊 反正那個局我都沒有要幹嘛 我就只是喝酒而已 那個就是你在酒吧 都會遇到一些很有趣的人啊 你又不知道他哪一天 可能成為你的 那他可能看到我素顏 是覺得我很漂亮啦 你平均一個月開銷是多少 兩三萬吧 兩萬三萬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結 不買包的情況下 那買包的情況下 你一年會買幾顆 一年比較節省 兩三四顆 去年最該就五六萬吧 但是去年可能有八九十顆 沒有沒有 這麼多人不可以 不可以讓大家誤會貨 你這個月 你自己花最多錢是什麼錢 因為我上個月就是有點 超值 所以我這個月很節省 你會用 平價的東西嗎 我 我會 我會用平價的東西 好你現在目前手上 最平價的是什麼東西 最平價 手機殼 蝦皮買的 那你手機殼買過最貴是多少錢 因為我之前有一段常常用精品的手機殼 就是一萬塊上下這樣 手機殼一萬塊上下 是 是 就是秘密 就是秘密 我現在都沒有 我現在都很很 就是買的很可愛的 蝦皮買的 那一百多塊兩百多塊 單筆消費最高 可能自妝啊什麼什麼 自妝費 要看就是有沒有買貴 我可以摸一下可能 嗯 今天這種褲子 這褲子好像要 我可以摸一下嗎 我想 我可以摸一下 一萬的褲子是長成這樣 可憐啊 一個月後來花多少錢 就大的奢侈品可能用年度算 每個月 兩萬左右吧 因為這些什麼服飾 至裝有的時候 還要包含小孩的 就是我也得幫他買一個 那我包含老公的嗎 沒有 不管 現在生活水平跟你想追求 你目前有達到平衡嗎 舒服的嗎 如果可以更爽 就排起來要更爽 但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 我覺得是沒有房貸 其實我覺得在台北生活 只要沒有房貸 應該大家都可以過得算舒服 可是只要有房貸 就會偏辛苦 或者是租房 那你買過最貴的是什麼東西 這前面有我的寶寶 你今天有帶來的嗎 哪一顆 我剛剛今天有帶 好賺喔 這顆我好像沒看過耶 是不是新的 去年的嗎 我去年買的 那這顆多少錢 就是 起跳 可以講嗎 都可以講 可以啦 這算我查一查得到 算過你平均一個月的開銷是多少 三到五萬 沒有房租 而且我現在咖啡都 我滿幫我煮 那是有咖啡 你為什麼不喝公司的 那要自己煮 滴 他就出來了 都來 洗杯子 媽媽為什麼不用洗杯子 他幫我買棉洗杯 幫我帶好嗎 你覺得這有一些公主病的徵兆嗎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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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你搭車一個月會花多少錢 一萬元 超猛啊 超羨慕 我就覺得 已經要上班 你夠可憐了 然後我上班路還要這麼累 走路搭公車轉捷運 再轉捷運 再走過來 好累喔 每個月啦 都會做指甲 三千到四千的時間 一次三千 嗯 沒有 昨天才行做的 你這個一次三千 不 謝謝 那你有看過一些可能 無法負擔台北的這種生活水平 但他又很想到那裡 但他走一些歪路的經驗 那我就是有在賣襪子 我們去朋友家 然後他特地穿著襪子來 也不脫掉 他就在那邊 還在那邊跳舞 跳一下就說我要流汗 然後上面有味道 然後 我就說那你要賣 他為什麼要穿那種爛爛爛鬆鬆的 他說你們不懂這個才是 大家覺得有穿過的 嗯 你知道價錢多少嗎 很少 八百塊 差八百 一雙八 好 現在輪到我 要來開箱我的信用卡帳單 我好怕被殺喔 我媽不知道我花這麼多錢 我爸也不知道我花這麼多錢 我每天買早餐 可能就都花差不多一百塊 喝酒一千二 買衣服一千五 燒肉一千 喝酒一千三 這也是我的Yossi 跟我的Light Taxi 在搭車跟吃飯前 我總會花一萬五 完了 要被罵了 其實這次街坊下來呢 我發現 大家會覺得台北女生很愛花錢 兩個原因 因為他們住家裡 他們有錢可以花 第二個原因如果是北漂 台北的生活品質 就是比其他城市還要來得高 所以他們會為了要達到那個境界 他們很努力在賺錢 可能打兩份工或者是當社畜 台北女生他們賺得起 他們就敢花 你們幹嘛管人家要花多少 你幹嘛要去Diss台北女生 這人家是怪屁事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們還想看我們做什麼街坊主題的話 就留言告訴我們 好 要記得按讚 訂閱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要喜歡我們喔 曾經為了就是省錢 然後做過很誇張的事情嗎 大學的時候很誇張 因為大學的時候真的很窮 然後我們就是連續一個月都只吃追煮冬份 然後加醬油 太可憐了 一天就一餐 可能一餐吃不到兩口 天啊你這樣不會昏倒嗎 那會顧小孩 我現在呈現一個這個狀態 我可以不要吃飯 但不能沒有飲料 我會去跟那個超商店員搭的關係 然後快要報廢了 他可能就說給我這樣 可能就買一個自助餐50塊 那就可能分兩餐吃 Oh my God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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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